後面可以看得到嗎 可以 那我先問老師第一個問題就是 老師你看到五分數五分之二 不管你教幾年級 看到五分數五分之二你會想到什麼 會不會想到什麼 會不會想到五分裡面的兩份 如果你想到五分裡面的兩份 想沒有應該就很可憐 老師自己想想看吧 我們做分數五分裡面的兩份 是數字嗎 還是他比較像兩個數的關係 那你分數去教兩個數的關係 教育幹嘛 所以拜託周五年級還有二年級的老師 看到五分之二要想到兩個 五分之一 那分數問題就會變成整數問題 比如說 學生會二加三 就會五分之二加三 為什麼 五分之二是兩個五分之一 一分三是三個五分之一 我發現好像是能看到五分之二 都會想到五分裡面的兩份 再講一次他想不像數字 五分的兩份像數字嗎 對啊 你加一點層數給我看 這是個大原則 那現在我們請老師看一下這兩題 下面這題是110顯示檢測 下面這題是111 下面這題有點操作範圍 不過老師應該沒有感覺 我現在問老師這兩題誰比較簡單 它的差距在哪裡 上面這題比較簡單還是下面這題 上面這題我們稱它為連續量的情境 老師買了12條蛋袋是騙人的 對不對 騙學生多麼容易 好像有點容易 那下面這題我們稱它為離散量的分數情境 一袋巧克力有12顆 老師你覺得它是多餘的調料還是必須的 多餘還是必須的 如果老師你分的是巧克力 就是必須的 你分的是巧克力的盒子或袋子 就是多餘的 你分巧克力的盒子跟袋子幹什麼 那這兩題它的通過率上面跟下面比較長 應該是哪個比較高 上面比較高 所以上面的比較高沒有錯 也就是說上面這一題的通過率是17 下面這一題是30% 然後後面我那個括號的就是被多餘資訊騙的 也就是說上面那一題 受告老師買12條斷帶一片的有41% 那接下來我來分析一下這個題 再來請老師看這一題 我會先跟老師們看幾題 然後再幫老師分析它的關係 老師覺得這一題有沒有很難 像斷帶比斷帶長 你斷帶好像比斷帶一樣長 我現在請問老師 一般我們在做分數問題的時候 學生會不會去想到被分割的物件 還是會想到提分 會不會想到被分割的物件 看起來不會 最後拜託老師一件事情 分數它最少有兩個單位或三個單位 所以拜託老師在上課的時候 一定要養成強調單位的習慣 然後你出任何題目 最後都要養成問單位的習慣 因為數學 概念上就在換單位 像這一題 學生如果直接比四分之一跟五分之一的很多 但是呢 老師有沒有想過 假斷帶跟一斷帶是不一樣長 對不對 如果我現在問 四分之一條與假斷帶跟四分之一條與斷帶誰比較長呢 那學生搞完就會說 一樣長 但是應該是誰比較長 四分之一條假斷帶 那這一題其實 應該一點都不來 因為譬如說 四分之一假斷帶與五分之一條與斷帶長 是一定的 五分之一條與斷帶與四分之一條與斷帶長 這是假的 所以這個題目看起來 並沒有跟那個被分割的單位比較沒有關係 但是同學學生考的是這樣 只要被分割的單位有兩個 通過零重難沒有超過時程 很可能就是我們老師在教學的時候 沒有去強調那個單位 那接下來我要跟老師們講一下具體物的概念 我一直認為老師在教具體物的時候 會不會有這種感覺 我上課教都會 啊考試咧 不會 我們來看一下 老師覺得具體物的重不重要 它的功能是什麼 具體物的功能 一般來講有兩個 一個是透過同構翻證能寫數學 那我們今天先不講 其實我問老師老師看這一題 這一題我是不是要用具體物 我拿兩個圓形設置 一個分六分 一個分四塊 我拿著一份跟一塊問小朋友誰比較大 請問小朋友會不會 眼睛沒有下掉都會 你前面講的鬼話 他都沒聽會不會 也會 那我向老師告訴我 具體物有什麼用 具體物絕對不是教學的重點 具體物只是幫助學生看到現象 相信我們講的話是對的 再講一次 你要自己去想教學的重點是什麼 很多老師都認為學生看到具體物會好 他說具體物會 就會 那個觀念是不對的 具體物質是幫助看到現象 老師想想這段教學的重點應該是什麼 分的分數越多 每一份越小 所以具體物質 它其實相信你講的話是對的 這樣有沒有聽懂 譬如說你把一個分成 切一半 二分之一半 當你在切的時候 會變四分之一 二分之一 一個分兩分 一個分四分 分四分一定比分兩分要怎麼樣 小 只是我們用嘴巴講學生聽不懂 具體物質是幫助學生看到現象 這是第一個 具體物絕對不是教學重點 自己要去想教學重點 第二個呢 老師你在上課的時候會用具體物 考試有沒有給具體物 壞人 對啊 所以 上課 教都會 考試都不會 這老教育的第二件事情 當你用具體物交完 那為學生會了 要做什麼事 把具體物丟掉 回到原來問題 再問學生一次 然後要學生簡單講理由 為什麼 跟老師們報告一下 上課的時候我們提供具體物 學生是不是會看到現象 他會是看到現象 會還是概念獲得 對啊 他眼睛沒有瞎掉 但是考試的時候 你有沒有提供具體物 那所以 學生要到什麼程度考試才會 也就是說老師想想看 你提供具體物要有幾題來解題經驗 小朋友才會在沒有具體物的情境下 老蛋會冒出他看到那個情境 他預期那個情境會成立 老師覺得要幾題 你用自己解釋嗎 這樣你們聽懂 也就是說我們考試做的是預期 他會成立 沒有看到具體物也會成立 上課會可能是因為看到具體物 這樣講完老師對具體物操作有一點概念 再講一次 上課操作具體物 具體物是重點 只是幫助學生看到現象 相信你講的話或推論是對的 考試沒有具體物 所以必須要想 我要有幾個例子 學生才會在沒有具體物的情境下 預期那個現象會成立 到這邊就OK了 那接下來呢 這我就先挑問一下 這個好像沒有他的關係 接下來我要幫老師們看一下 這個題目是109學歷檢測 他考三年級是不對的 這個題目他是兩次分割 兩次分割應該是五年級的題目 但是我現在要告訴老師的是 我們教學哪些學生會注意哪些不注意 這個題目呢 還有一個學生不問就是全部 學生很難把全部看成一個單位 如果說這是一張設置 圖色的部分佔幾張設置 這樣有沒有好一點 因為全部委單位有點討厭 全部加全部 還是全部 所以全部對小朋友來講是不容易掌握的 好 那現在這個題目呢 應該要考五個例子 現在我問老師 打錯了學生選二的多還是三的多 看看老師平常被抓學生迷失準不準 學生選二的多還是三的多 為什麼 我們說選的差不多也可能說 我們老師在交分數 真的交成六分裡面的兩分 我再講一次 你交分數五分之後 交成五分裡面的兩分那是不對的 平方成五分取兩分 那個是得到兩分的過程還是結果 怎麼會是結果 你把一個圓平方成五分取兩分 不是你在操作嗎 最後那個兩分要給他一個名字 那個名字叫什麼 五分裡面的兩分 神經病 應該叫什麼 五分之二 對不對 再講一次一張設置 平方成五分裡面的兩分 是你在操作還是最後的結果 操作吧 最後那個兩分要給他一個名字 那個名字應該叫做什麼 五分之二張 那現在請老師看一下 學生選幾個多 二 那老師都用給三 為什麼 為什麼學生寫二 老師看一下這個有沒有非常明顯 還是不太明顯 非常明顯吧 十七跟十三 老師這邊告訴我 你學生寫二 我們老師在交分數的時候 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要強調被分割的物件是什麼 第二個重點呢 就是評分 每分都要一樣大 我們老師把每分要一樣大 交得完全成功 所以學生絕對不會選六分之二 因為那六分有沒有一樣大 沒有 那四分一樣大 所以他只會選分五是四 那分子沒辦法就給你亂寫二 這樣有沒有聽到 也就是說 我們老師整個分數的教學重點 應該是被分割的物件 那後面我會再仔細說明 那接著我來跟老師簡單講一下 一般我們分數的行進 有兩種 還有一種叫全部的行進 我先不講 一個叫聯繫量行進 一個叫離散量行進 老師應該知道吧 哪一個比較簡單 聯繫量 離散量比較困難 為什麼 為什麼離散量比較困難 其實是單位的問題 聯繫量行進 它只會有兩個單位 譬如說 我最怕老師怎麼出 一條繩子基本上五段 其中的兩小段是多少 拜託老師沒有小段才會吃 我沒辦法難慮 大多數老師不寫小單位難過 再講一次 聯繫量行進 永遠只有兩個單位 一條跟一段 我們剛才講到離散量行進 一袋蘋果平分成五份 三份數不是三袋 也是有袋跟份 對不對 但是離散量行進 要不要給類容物 一袋蘋果有幾顆 所以離散量行進 會有幾個單位 三個 袋、份、跟、克 有老師問我 當位兩個三個有什麼問題 小朋友會去分蘋果、花片、烏龜 他會去分啊 等等我來告訴老師 單位會對學生有什麼影響 一般課文在教離散量行進的時候 他沒有廚藋得很漂亮 我幫老師把離散量行進的教學 簡單給老師報告一下 再問一次 一袋水餃有十顆 是必須給的還是可以不給 必須要給的 因為你分的對象是水餃 好 那現在問老師 一袋水餃有十粒 我平分成十份 要先分什麼 要先分水餃 所以十粒分成十分是一粒 但是一粒我看不到部分跟千點關係 所以我一粒要去找跟十粒的關係 還是要去找跟一代的關係 如果老師一粒去找跟十粒的關係 你就會交成十粒裡面的一粒 叫十分之一 那個是比率 對不對 你把十粒看成一 一粒是十分之一 所以一粒要去找跟誰的關係 一代 那一粒是十粒分成十份 那一代我要把它分成十份 但是我分水餃代是幹嘛 所以我們在教離散量行進的時候 連續量已經交完了 學生就選過一塊 平反分成十分之十分之一塊 一條繩子 平分成十分之十分之一條 所以可不可以幫助學生做類 我也可不可以把一代水餃 平分成十分 看成十分之一 但 但是老師要記得 那個一代是類比 還是真的去切袋子 類比 分的對象是誰 睡覺 所以我得到一份一粒 一份也是十分之一代 就解決了 那三份呢 三粒 是十分之三代 這樣有沒有點聽懂 記得先要分的對象是十粒 因為你分的是水餃不是代子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108個檔 108個檔講 二年級只有在連續量行進討論 當位分數 不在離散量行進討論 當位分數 所以如果老師這邊有三到五 六吧 一二老師 一二年應該不會來了 沒有先去檢測 倒楣才被太太 那 所以二年級只會有三種情境 分圓筆 分繩子 分色子 其他東西 那三年級呢 他說以連續量的情境為主 離散量情境 請單位分數內容物限制為單一個五 老師有沒有聽得懂這個鬼話 單位分數內容物為單一個五 三年級一定要是單一個五 不可以是多個個五 剛剛我們那個題目的三年級的那一集 他不是單一個五 我來說明一下 單一個五有什麼 跟多個個五有什麼差 一盒蘋果有四盒 我現在評分成八份 OK 那一份是幾個 一個 一份是幾盒 八分之一盒 八分之一盒 八分之一盒就是單位分數 分子唯一的分數是單位分數 八分之一盒剛好是幾個 一個 我們說單位分數內容物是單一個五 那如果說是 一盒蘋果有八個 我評分成四份呢 一份是幾個 兩個 一份是幾盒 四分之一盒 我們說單位分數內容物是兩個個五 是多個 那這樣問老師 他 跟上面 為什麼 課剛說三年級不可以教這種 如果老師你有教學幾年有最後單位 所以我們知道很多小朋友都認為一份只會是幾個 一個 所以 上面那個一份還有一個 學生單位搞不清楚還可以繼續教學 所以單位分數內容物是多二的 只能在四年級 換句話說三年級第三年行進 如果一盒蘋果有八個 只能分幾份 八分其他都不行 其他都不行 加油 有沒有聽懂 那如果有聽懂的話 為什麼單位會搞得清楚 比如說 學生在點數蘋果、點數花片不會錯 為什麼 蘋果跟花片完全沒有關係 不一樣的東西吧 但是呢 這個老師有沒有聽過狗腿問題 一隻狗有四條腿 五隻狗有二十條腿 跑掉一隻狗還剩下十九條腿 老師可以告訴我 為什麼學生會有這樣的回答 背後的概念很簡單 我們只有一套點數系統 我數幾隻狗怎麼數 一、二、三、四、五 那數狗腿呢 一、二、三、四、五 是狗腿展在狗身上 小朋友一不小心就 數錯了 他要知道跑掉的一 到底是一條腿的一 還是一隻狗的一 兩個單位 大致上到一年級就不太會混淆 那三個呢 更會混淆 那有老師問我 怎樣幫助學生不混淆 很簡單 第一個 上課要強調單位 第二個 考試最後要養成 問單位的習慣 那兩個單位會混淆 三個更會混淆 再講一次 他背後的理由是 我們只有一套點數系統 我們數什麼東西都是 一、二、三、四、五 他要很明確的知道 他在數什麼東西 譬如說 如果老師 領教高年級也沒有問題 要學生 表示這兩位數的值是多少 學生會寫X加Y還是X加Y 為什麼 他搞不清楚 S跟Y是兩個不同的單位 為什麼搞不清楚 放在一起吧 分開會不會 可能會 放在一起又不會了 到第二位老師們 對單位有一點概念 如果對單位有一點概念呢 接著我們先來看兩個四年級的 再回來幫老師們看單位 老師先看這一題 這一題在考什麼 這一題的評論重點是什麼 我幫老師自己抓重點 我幫老師自己抓重點 這個題目是把一個藥膏 不管是多少 除以16等於8於3 然後現在呢 把這些藥膏 全部重新再鑽 鑽成16塊 就是A除以B等於B分之A 就是原來是有餘數的 現在我要把它變成什麼 沒有餘數的 就這樣 13除以4 是不是1於 對不起 13除以4 是不是3於1 13除以4 也可以寫成4分之13 這也是課本比較少去強調的 那老師先來看這一題怎麼教 這一題其實只要把剩下的3克 然後每一罐是不是8克 所以剩下的3克 16罐跟16坪是不是一樣 那請問老師這下怎麼算 第一個方法就是8乘16加3再除以 16 這比較簡單吧 那另外一個方法可不可以就是3除以16 然後我把8 放在後面 那學生會用哪一種方法 還好啦 可能會用第一種 那請老師看一下下面這一題呢 這一題在考什麼 然後請老師告訴我這兩題的差異在哪 這一題他考的是什麼 餘數是多少合 一般我們導 學生對單位比較不清楚 這兩題老師認為哪一題通過的位置比較高 算在下面 那這一題老師要怎麼教 先算一合有多少顆 再算剩下的3顆是多少合 因為11年還是97克肝 所以整數除以整數 三四分數在四年級 那現在考到五年級了 所以四年級考得比較不好 那看完以後老師應該可以知道 沒有錯 上面那一題比較簡單 通過於61 下面這一題比較困難 就是說 學生很難知道一合有18公克 三公克是18分之三合 學生比較會三公克分成18分 老師要講一次 整數對整數有兩種類型 一種是包含組 一種是等分組 那老師想看哪一個類型的比較簡單 第一個就是 我把五公升的果汁平分成三瓶 第二個是一瓶由上升五公升下單一瓶 哪一瓶比較大 第二瓶 所以前面的是低 下面的是第二 第二比較困難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開始看單位了 再強調一次 分數一定要養成問單位的習慣 那題目最後的單位 就是你被分割的物件 老師看看這裡答案是多少 這個題目以後只能靠五年級 一段單位產八公尺 方方百段單位平分成五段 用其中的一段護織教室 請問方方用了多少單位 一般來講 當我最後的題目沒有問單位 老師記得 我就是要找單位 所以選項應該有不同的單位 好 這樣請問老師這個答案是什麼 先請老師您算上看這個答案是多少 然後再想想怎麼講 答案幾 假和一都正確 那老師覺得我們學生的通過率會還好嗎 老師可以看看通過率 13% 高分數11% 低分數18% 看到這個數據 老師應該知道我們學生從來不管 被分割物件的單位 那我們回過頭來 老師想一看 這題要怎麼教 第一個 假用五分之一條斷帶 所以你馬上要去找什麼 找斷帶 一條斷帶一分成五段 其中的一段是五分之一條 所以這是合理的 第二個呢 五分之八公尺 對不對 那你要到前面去找什麼 公尺 因為被分割的單位是 公尺 八公尺 比方成五段 每段是五分之八公尺 那請問老師 高分組他都會猜哪一個 他認為誰對誰不對 他認為假對一不對 不對 反過來 高分組都認為以對假不對 你看全體五十五趴 高分組六十六趴 低分組四成 都選一 一是什麼 只有假對 換句話說 學生應該是沒有去 從單位去判斷答案的習慣 拜託老師一定要注意 剛剛我們聽到 我們再看下一題 這是去年選定檢測 111年 老師看一看這裡答案應該是多少 我給老師看這些 就告訴你說 學生答對的通過率很低 就是我們老師教學的人沒有注意 分數最重要的概念 這裡應該是什麼 誰比較長 是不是假 那老師覺得學生會選哪一個 為什麼 為什麼 這裡通過率只有19趴 只要被分割的物件有兩個單位 通通死 就代表我們學生從來不管什麼 單位 那秦老師告訴我 這題要怎麼教 因為一個是二分之一條 一個是二分之一公尺 所以我要去比什麼 條跟公尺 那這邊有告訴你 一條段大概都超過一公尺 學生會打得這麼著 就代表我們老師有沒有注意單位 沒有 高低位老師有沒有看到 單位這麼重要 其實 如果你看篩檢塵檢塵 只要注意單位都沒問題 再來看下面這一題 老師看一看這一題 學生通過率會不會高 好 那我現在給老師 你看通過率幾乘 24 24 所以老師我們發現 只要單位多 學生都很快樂 是都很爛 都完蛋 都完蛋嘛 所以三個單位 全是不能掌握的 另外一個是 我們老師沒有強調單位 那現在請老師告訴我 這一題 如果是你現在回去重教 要怎麼教 因為這一題的選項沒有分單位 所以他平常重點是考單位 他的一個選項是代 代要怎麼教 是多少代 就代表被分割的是代 我叫前面去講一代 七代分給五戶 所以每一戶是五分之七代 第二個 單位是公斤 我叫前面去找公斤 有幾公斤 一代五公斤 七代三十五公斤 所以三十五公斤除一 五 到底這邊老師有沒有一點概念 單位非常重要 那再來就是 今年的考題 老師想看怎麼教 先老師看數據 點二八 這個題目是高分組 低分組跟一般是一樣爛 高分組也爛 那請老師開看 今天你在考什麼給你 如果是你 你會怎麼教 做一個地方在單位 他現在問的是什麼 瞳 所以你要前面去找什麼 瞳 一瞳有幾公斤 七公斤 對不對 然後五瞳是騙人的 因為沒有五瞳那個選項不好出 我猜啦 因為有四個選項 要騙掉 所以他多一點 多一點 然後用掉三分之一公升 所以這一題的重點在哪裡 三分之一公升是多少個 七公升吧 因為一桶是七公升 有看到 所以老師怎麼教呢 這個題目 老師回去看一下 一桶是不是七公升 那一公升就是 七分之一桶 因為問的是桶 那三分之一公升呢 就是七分之一再分成三分 所以是二十一分之一桶 這個題目考平台的重點是 分數除以整數 五年級的教育重點 請問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問題 好 如果沒有問題 接下來呢 我要幫老師教一下 分數整分數和分數除以整數 要注意些什麼 這個題目呢 好啦 老師也看一下 這個題目其實是 搭配分數內容是多個檔位 那 老師看一下這題目很難 還好吧 還好吧 學生會錯在哪裡 這一題的通過率只有.35 還不錯 學生選一 學生為什麼選一 那就是老師可能教一點 沒有強調什麼 單位嘛 所以上課教分數一定要先問什麼 被分割的物件的單位 要不要選擇全部完 就完蛋了 這樣這一題 講價可以了吧 也是單位的問題 這種題目課本都有吧 背後是單位的問題 那我們再看這一題 上面的段代長一公尺 請問下面是幾公尺 老師覺得答錯的學生會錯在哪裡 一樣是單位 這題被分割的單位是什麼 一公尺 對不對 所以上面那個才是單位 下面是不是 不是吧 所以一公尺被分成五份 每一份是五分之一公尺 下面是五分之七公尺 有沒有很困難 沒有 但是通過率呢 也不到十成 還算簡單 反過來我問老師 如果我把這一題改成圓 老師覺得通過率會變高很多 還是高一點還是差不多 為什麼變成圓會高很多 因為語言是一個最完美 譬如說你把一條繩子分成四段 剪掉一段 你趕不趕剪 只要一剪就完蛋了 因為一條學生看成四次單位 剪一條以後剩下的四分之三條 學生也會看成幾 單位 所以繩子不可以剪 一定要把單位擺在那邊 強調單位有沒有問題 但是一個圓 我要交四分之一圓 可不可以把它剪下 如果你把四分之一的圓剪下以後 剩下那個四分之三圓 小朋友會把四分之三圓看成一 還是完整的圓看成一 所以高年級老師我建議 高年級老師所有的分數 第一題都用圓來教 那個單位會很清楚 老師先來看課本有沒有一點能格分別 二年級三年級的課本 剛開始都用圓還是線段還是長髮型 五年級以後還看到圓嗎 五年級以後還看到圓嗎 那老師好教 所以回去今天老師管他課本怎樣 第一題都用圓 學生的單位概念會比較清楚 那接著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分數問題其實就是 有一個被分割的物件 我們要為單位量 然後把它的單位去做切 那一般來講 它有一次分割、兩次分割、三次分割 分的越多次小朋友越累 我們先來看第一題 第一題我先講結果 老師想看為什麼 我會說第一題是 題目有分數 但是它是整數乘除的問題 它的運算是整數不是分數 題目裡面有分數 為什麼 所有題目最重要的是 最後為什麼 所以你要先抓什麼 一公升 這個題目 一公升有沒有被分 有分 二四除以四乘以三 一公升沒有被分 所以我們說這一題是整數的運算問題 那第二題呢 一瓶果是五公升 四分之三桶有幾公升 一公升有沒有被分 被分成幾分 四分 所以我們說它是一次分割 一公升 一公升只被切 十分 那我們看配三題 一瓶果只有七分之五公升 四分之三平有幾公升 請問這一題是幾次分割 這一題一般老師交不對的機會比較大 為什麼 一瓶果只有七分之五公升 四分題目給你的 所以對老師來講 只有把一瓶分成四分 變成四分之三平 所以很多老師把這個題目 看成是一次分割 但是 它這個題目最後問的是什麼 公升 所以它是幾次分割 是看誰被分 公升還是比 公升 所以一瓶果只有七分之五公升 誰已經把一公升分七分 初題目的人已經把一公升分成七分 你再分四分 所以這題是兩次分割 那接下來我要幫老師去看 兩次分割 教學的時候要注意寫什麼 到底這邊這個有沒有聽懂 最重要的就是要看哪裡 最後的單位 請問老師 這樣教OK嗎 我現在把五分之一公升的果汁 平翻成十分 一分之一幾公升 我相信這樣教老師很多 我先畫什麼 五分之一公升嗎 因為題目給的是五分之一公升 然後我再把它分成幾分 四分 所以五分之一公升 除以四得二十分之一公升 綠色的答案就是二十分之一公升 老師覺得這樣教OK嗎 其實這樣教的老師很多 這樣教OK嗎 第一個 綠色的那個部分教二十分之一 小朋友會相信 就是女人秀 這看也不會是二十分之 對不對 好 所以老師再講一下 真理要怎麼教 第一個 你要去看 最後問的是什麼 公升 所以你要先畫一個什麼 先畫一個一公升 然後呢 你再畫五分之一公升 這個時候是誰已經偷分了 出題目的人嗎 你還是要把它分到吧 然後呢 五分之一公升 再分成幾分 四分 有沒有看到 所以每一份是多少 那五分之一公升 分成四分 每分之多少 可能看不到 因為他看不到一公升 被切幾分吧 所以我就偷偷把全部都 延長 所以有沒有看到一公升 被分成幾分 先被分成 先被分成五分 再分成四分 所以被分成二十分 每一份是二十分之一 這樣教 有沒有比較合理 因為我看到二十分之一 這樣老師可能對教學 重點能抓到 當位中重要 所有的分數都要先去看後面的 當位 到這邊OK了 好 那馬上考老師一題 這一題呢 他答案是多少 我先問你講對不對 假說的對不對 假說的對不對 這情況應該是考教真的 這個考教真的不會的 你教高年級是你打錯 你就是代公式 沒有過程 假說的對不對 為什麼 分母乘分母 絕對不是一品 被分成八分四分 這一題是幾次分割的題目 兩次 好 這一題怎麼教 給老師先想三十秒 這一題要怎麼教 這個通過一定很一樣 高分低分都一樣 因為學生沒看過 很多老師都說 題目描述很長 其實都完蛋 這句話是錯的 學生 你的題目描述很長 如果那個情境是學生熟悉的 通過率一定很高 學生看得懂 學生看不懂的是 那個情境是學生不熟悉的 很多題目描述比較長 他花了一些時間去說明 那個題目的意義 五年級有一個題目是考賴米 那題目很長 其實在說明 因為賴米是學生聽不懂 學生聽不懂是賴公子 賴公子又很奇怪 所以他有去說明那個賴米的意義 我們來看一下這題目怎麼教 老師想一下 第一個你要先畫什麼 一公升 為什麼 因為題目問的是多少公升 記得被分割物件是一公升 然後呢 題目告訴你一瓶水油 八分之五公升 所以我畫出八分之五 紅色的焦一瓶 有沒有問題 然後現在我要問四分之三瓶 請問老師 四分之三是把紅的分四分取三分 還是全部分四分取三分 其實有的老師 全部分四分取三分 那個答案是一樣 但是沒有道理 因為四分之三瓶只有誰被分 一瓶嗎 有聽到吧 所以把一瓶再分成四分取三分 但是一瓶再分四分取三分 所以綠色的那一塊就是我們的答案 但是學生可能怎麼樣 看不到一公升被分成幾分 所以在做什麼事 再把它圓長 這樣子的話 分數成馬就交完了 所以有沒有看到 一公升先被分成幾分 八分 再被分成四分 所以一公升被分成三十二分 每一份是三十二分之一公升 分子乘分子在算什麼 多少個三十二分之一公升 我相信這樣講完 老師以後交分數有沒有問題了 最重要的是要強調什麼 單位嘛 你沒有把那個單位分數要交好是比較難的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 一百一十二年考這一題 一百一十年也考的一題差不多了 一樣沒有進步 那代表什麼 很可能老師不再會教這一題 我先問老師 這一題 它的指標算數線 但是它考的概念是什麼 它考的是分數的兩次分割 好 那現在我要開始問老師幾個關鍵問題 請問這條數線的單位是多少 這條數線的單位是多少 多少 這單位是多少 十二分之一 國中要重讀 再想一下 老師自己想想看嘛 所有的數線 管它什麼 單位才容易是幾 一 一啊 你不要把單位跟刻度常用混 這個最小刻度是十二分之一 單位都是幾 一 有沒有聽到 好 所以 單位是一 那接著問老師 您看到四分之一會想到什麼 會不會想到一被分成 四分 最多人要讓小朋友弄清楚 就把它畫長一點吧 把一給 畫出來 有沒有看到一被分成四分 然後呢 零到四分之後 又分成三小刻吧 所以 每一份又再分成三小份 所以單位一被分成幾分 十二分 每一份是十二分之一 這樣講完 清楚了沒有 我比較害怕 因為老師一開始 把誰弄錯了 單位 單位跟刻度常是兩件事 你不要把刻度常看成 單位 單位永遠是一 這個 等於說 把單位藏在數線裡面 它還是跟前面同樣 還是要強調什麼 我現在問老師 當老師一看到十二分之五 請告訴我 十二分之五的單位是多少 十二分之五的單位是多少 我們只有一套數字系統 任何數字的單位都是一 那很多老師會說 十二分之五的單位是十二分之一 那個是錯的 你可以把十二分之五解讀成五個 十二分之一 再來 我建議老師 中年級的老師 教分數的時候 拜託你後面養成 寫單位的習慣 等到學生對單位的概念清楚以後 再把那個單位給審略 為什麼 因為十二分之五 很多老師說單位是十二分之一 但是老師想一想 我如果加個單位 十二分之五公尺 十二分之五公尺 老師覺得單位是一公尺 還是十二分之一公尺 哪一個比較清楚 有單位比較清楚的是沒有單位 所以拜託老師 我們的課本就是第一題出來就審定單位 最好是不要審定單位 最好是不要審定單位 六年級我們用我們教筆 筆的計法 老師覺得筆要不要審定單位 我們課本的筆第一題都會是交換問題 三個蘋果賣二十塊 你既然三比二十 要不要審單位 一樣嘛 剛開始一定要審單位 選成熟悉以後再把單位給審閱 那接下來呢 我來這個通過也不用看也很慘 但是高分組是有進步 高分組還好 這是去年的 去年比今年考得還好 那接著呢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的課本 五年級以後都交場盤型 對不對 為什麼要交場盤型 我現在請老師看一下 這裡是有四分之三個場盤型 再分成幾分 五分 老師你會想到 老代會不會想到兩次分割 兩次分割要怎麼分 我現在跟老師們來報告一下 請老師下看這一題總算 四分之三個原因 有沒有看到 把五等份怎麼分 怎麼分 你如果把那個斜線的部分分成五分 會不會哭 那怎麼辦 圓才比較容易看到兩次分割 但是我們老師看到這個圓 就覺得不好算 課本是為老師編的還是為學生 那當然為老師編的 因為是你選的課本 對啊 所以這個要怎麼算 你要把四分之一再分成幾分 五分 如果一直把一個四分之一分成五分 學生可不可以看得到 每個四分之一都分成五分 這個才是兩次分割最重要的概念 比如說三個蘋果分給五個人 我們怎麼教 先拿第一個蘋果再分吧 再拿第二個 再拿第三個 相同的四分之三分給五個人 要怎麼分 先拿第一個 十分之一 再拿第二個 再拿第三個 有沒有看懂 再講一次 正題要交的時候怎麼交 四分之三 沒辦法分五分 那就是分的 我也看不到一倍分成幾分 所以 我把四分之一再分成五分 所以每一分是多少 二十分之一 有沒有很清楚 那課本不交這個 再來 再算一次 這個呢 四分之三條段代分五分 會不會一樣苦 會不會一樣苦 小朋友 所以這裡要怎麼辦 一樣 你每一個四分之一都分五分 兩次分割出來了沒有 課本不交這兩個 課本交這一個 我交給老師 這個有沒有兩次分割 有 有沒有 當然有嘛 老師看一看 是不是你先把上面的四分之一分五分 第二個也分五分 第三個也分五分 如果數太快 一次把怎麼樣 切完 一次切完 兩次分割味道 顯得能看得到 就沒有了 就沒有了 這樣知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開起來哪一個比較容易交 糊龍切身比較容易 哪一個 就這一個嘛 所以我建議老師就是說 所有分割的第一題都用什麼來交 圓 圓才能夠去強調那個被分割的單位 到這邊老師對我講的這兩次分割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我 有沒有問題 那我大概先講這邊 我等一下再講 待會兒 等等如果老師你對單一的題目 訓練那個單一的問題 如果休息的時候提出來 我會針對那個單一的題目來解釋 到這邊OK了吧 所以分數的教育重點最重要的是什麼 所有的數學都是單位 拜託老師記得 所有的教學都 上課都要強調題目中的單位 最後要養成問單位的習慣 那接下來呢 就算了